英國今年以來第三位首相新韋成已經上任 但之前保守黨內部選黨魁的時候 前任首相約翰遜還大大聲說要出選 勢要再做首相 不過臨門一腳就說不想搞到黨分裂宣佈退選 沒錯,真的跟損食有關 有英媒爆料說約翰遜七月因醜聞下台之後 曾經跟幾間經理人公司接觸 約翰遜可能做一下真人騷演講 一年的收益估計高達2千萬英鎊 大約1億8千萬港元 但若然他選黨魁輸了 對全球觀眾吸引力就會大減 收入只剩下1千萬英鎊 即是大幅縮水一半 當然約翰遜的發言人 就恥厚否認退選和錢有關 但換作是你,你會怎樣選擇 現在英國問題多羅羅 想救都不容易 而約翰遜自己既要給前妻善養費 又有新家庭 兩頭開支都很大 還有最重要是英國手上 連身加上津貼不夠17萬英鎊 你說他怎樣選擇呢 你死莫成這樣